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台东三仙坛这边的那个小朋友 那有我们乐团的副团长洪琪老师 特别去那边指导他们 利用一些废弃的鱼网上面的那个符筒 把它制作改装成为 类似像非洲谷这样子的形态的谷 那因为那个阿美族语 他们用那个符筒的那个字呢 就叫宝宝 他们就称为那个符筒 叫做宝宝 所以就说这个叫做宝宝骨 是这样子来的 那这群小朋友非常可爱 他们就是利用课语的时间 然后学习从做骨开始 怎么样子去利用废弃的这个符筒 然后切开之后蒙上皮 再用鱼网的线把它缠起来 然后用当地剪到的漂流木 磕成那个骨的底座 然后把它整个组合起来 做成这样子非常有环保概念的骨 但是也非常好听 那他们也练得很辛苦 因为他们虽然他们年纪不大 可是他们练起来 不管是男生女生 都非常有精神有活力 那前几天我们去 跟他们排练的时候 也特别鼓励他们说 这个第一次要登上这个国际的舞台 因为有全世界十几个国家的 而且都是最厉害的打击乐界的 这些大师们要来看他们的表演 他们好兴奋好期待 真的喔 其实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 因为我们每三年举办一次的 像刚刚坤彦老师说 这是全世界最厉害的打击乐界 然后其实我们猪团 也跟着这群宝宝股的小朋友们 帮他们培训 然后每个礼拜去 飞到台东去帮他们上课 然后他们平均年龄其实也不大 然后他们可以在 这个国际的舞台上演出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对这个意义我觉得对他们 是一辈子都非常非常难忘的 那很辛苦的是阿琪老师 他特别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不管是从基础开始教 或者是编排曲子 那这一次会演出的 还有阿琪老师的作品创作 为他们这个特别创作的一个叫做 三线台之浪 就是用他们的当地的一些 阿琪老师的这个灵感 譬如说他们那边风景很漂亮之外呢 他们的部落前面就有很多那个硝波块 所以当浪比较大的时候 达到那个硝波块里面的声音 会有产生很大的共鸣 所以像那种浪的声音还有石头 因为他们那边不是沙滩 是那种小石头的岩岸 所以那个掌退潮之间会有那种石头 哇啦哇那种石头滚动的声音 像那些东西把它融入成创作 他们自己也非常喜欢非常兴奋的说要把他们自己的 这样的东西带来给大家分享 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因为是国际级的活动 然后代表台湾精神 因为我觉得打鼓就像你说 每次看完打极乐的表演都会很振奋精神 因为打鼓其实我觉得 并不是技巧的展现而已 因为就像这群孩子 他们因为打鼓改变了他们的视野 也改变他们的生活 而且他们部落的这个未来 也因为他们而有所改变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然后能够把这样子有意义的故事 能够呈现在所有的极乐家面前 我刚刚跟坤云老师聊天 是有一些团队甚至是不知灵演出费 也很希望可以来台湾演出的吗 是这样吗 就像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全世界最有名的打鼓乐团 都已经来参加过这个打鼓乐节很多次 所以对于一些新的打鼓乐团 或者是他们还没有机会 能够来参加这个打鼓乐节的人来讲 这是一个他们梦寐以求 非常想要来争取来参加的 所以我们也常常会收到有一些 毛遂之鉴的 他们寄来他们的影音资料 想要申请我们看能不能来参加这个 全世界的打鼓乐界 视它为一个是很重要的舞台 而且是这个让自己透过这个平台 能够到其他国家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说是跳板也好平台也好 因为来到这个舞台上之后 你就可以被全世界最顶尖的打鼓乐节看到 对 所以很多人也因为这样子 后来也的确欧洲的团体来参加过之后 认识了美国的这个打鼓乐的协会的总裁之后 引荐他们到美国去演出 也很多这样子的机会 是 我们刚刚听四三老师还有昆元老师讲这个宝宝国 其实亚洲有很多很棒的打鼓乐团 是 我们这次也邀请了一个叫做马来西亚的手机团 对 好特别的名字叫手机团 手机团 其实手机团的这也是一个故事 对 想当年就是中心打机会团 第二次去马来西亚演出的时候 他们的团长就来 看了租团的表演之后 然后他们的那位团长他就 当时还很年轻刚毕业没有多久 20来岁这样 很有心很有热情的 他就觉得自己要来组一个这样子的团 那所以他也经过了这将近快20年的努力 那时候应该1992年还吧 大概那个时候 然后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耕耘跟努力 他在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就东南亚地区现在已经非常有知名度 看到他们的东西也已经现在非常非常成熟了 所以我们当跟他们邀请说那希望来参加 他们兴奋的不得了 因为对他们来讲是从无道友 从看得住团的演出到创立的这个团 到现在真的可以自己登上这个舞台来演出 他们从上到下的所有团 也都非常兴奋的在积极的排练 在曾平行隐蔽大致上 找我们开始出 exam 其他大郢伍雪坠 tässä最终的改良 我们开始放来 一段时间 il exhale 俺们开始 tra Rachman 也不 D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两万老师 他们的这个演出的风格 跟他们游泳乐器 其实跟台湾还蛮像的 对 他们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 所以他其实有节目的一部分是 像我们广东 屍古的这种 可是他其实 跟我们传统的屍古 已经又不太一样了 它其实结合的还蛮现代的 那它另外有很多节目是有马来的乐器 还有是像甘美朗的乐器 就是印尼的这些乐器 所以它把整个东南亚的文化 包括华人的马来跟印尼的文化 融合的相当有特色 所以他们从当年仰望看猪团 然后现在被猪团邀请来台湾 很开心吧 当然 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感跟满足 这一团是我这次最期待的一团 是我们八届以来 第一次从非洲邀请团体 其实融会了非常多世界打击元素 除了非洲的鼓之外 还有中东的一些手鼓